由海军大脸舰、长沙舰、柳州舰、岳阳舰等多型主战舰艇组成的舰铁训练编队迭达目标海区后 各舰迅速占领有力阵位,组成综合防疫队形 柳州舰第一时间上报水面目标信息 编队各舰随即调整组成对海打击战术队形,对目标实施打击 大连舰、长沙舰、柳州舰、岳阳舰主炮对目标实施集火攻击 编队对海突击,把握最佳射击时机,协同配合出击至关重要 精确的射击源自于我们平时对执掌武器装备和编队训法战法的深入研究 水面威胁刚刚解除,空中水下敌情接踵而至 对空预警探测部位发现多个不明空中目标 指挥员灵活运用编队战术规避,释放烟幕等手段,抗击来袭目标 广阳舰舰,广阳舰直升机立即前出,展开立体侦察,将目标信息回传至编队指挥所 训练持续四天三夜,同步开展夜间主炮对海射击,编队运动等课目训练 进一步锤炼各作战平台以及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为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提高及时妥善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科学把握新制战斗力建设特点规律,合理配置作战编组 探索创新编队协同,情报信息支撑,武器平台协同等多项战法训法运用手段 推动新装备实战能力不断提升,加快融入联合作战体系